为什么今天包括了台北股市当中的保护生 还有包括像上阵 这种股票都似曾下了大涨 请看陆股 上阵指数今天有多强 2474点出量长红棒 创下近三年来的新高价位 莫非是在暖身 是在预告 喜事来了 下个礼拜一护岗直通车 在中概股秀过一遍 今天连中概股都好有感觉 有量有价带上来 真的是个利多吗 汉伟问你 上次说护岗直通车 是把我们台股的钱吸走一大半 那到底我们怎么会看待这是好还是坏 其实我最近有很多大陆工作的一些券商的朋友就说 他们快要被这个东西搞死了 因为他们报告一天一直在改来改去 一下就说下礼拜通车 一下又不通车 那我们现在终于等到这个通车的一个时间表已经出来了 那对于到底台股的部分会是一个利多还是利空 我这边有准备一个字卡 你可以发现到 护岗通如果通车的话 但对整个大中华圈的股市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讯号 因为它会带动说 整个两岸三地的本益比同步往上做一个提升的一个动作 所以日后的陆股港股台股将会有比价效应了 对 只是说以目前的本益比的一个位阶来看的话 台湾的本益比相对是偏高的 所以本益比高的股市会流到本益比偏低的股市 能不能包括一下三个市场现在的本益比高低 台湾目前大概是17倍左右 然后大陆大概是11倍 香港大概进行10.8 10.9 本益比低代表它有业绩做支撑 但是股价相对是委屈的 所以资金流向本益比低的路跟港 对所以初期的时候资金我们台湾会从整个一个台湾的部分 流到所谓的大陆股市的部分 所以最近你会发现到整个相关所谓的护港通相关的基金非常的热门 那你会发现到如果就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但短线上来看它就会有一个利空排挤的一个效应 只是说我们会发现到近期我说台湾的护港通 因为一下通一下不通 但是钱要去的早就去了 所以反而我觉得最近你必须要去观察 就是说护港通通车之后下个礼拜 整个港股跟入股的一个发展是怎么样 你刚刚那句话很经典 钱要去早就去了 所以不会因为现在宣布11月17号要通车 钱财赶快跑过去 不会就对了 对因为它整个扣打的部分我觉得大家卡位卡的差不多 因为初期只有3000亿人民币的一个额度 那目前看起来资金都已经卡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觉得下礼拜是一个关键 如果整个一个护港通通车之后 入股跟港股反而利多出境有一些下跌的话 那部分资金可能有一些回流的一个迹象 其实上个礼拜五的话台北股市也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比如说我们去看看那个FB商阵股票叫号006205 它不是今天才涨上来 上个礼拜五突然间莫名其妙就拉了一根放量的长红K棒 你看又是有人早知道对不对 对我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这新闻应该是在这两天才出来的事情 但在上个礼拜五哦 大家都还在想说哎呀电脑还在测试中 护港通遥遥无奇 他就先拉了 我跟你讲我想起来上个礼拜四哦 我们郭大哥就预告了哦 说快要了哦 所以有人先知道就像刚刚汉伟说的 你的券商的朋友也一定会早收到讯息啊 一定会的啊 因为整个一个所谓的政策的部分 尤其是在资讯试点的一个部分 他一定要提前让你知道 不然临时跟你讲 怎么事嘛 都还没办法做一个测试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消息一定会有人提早知道 但是大家想说 那护港通之后对台湾相关的股票 它有一个影响是什么 我认为说如果未来护港通的话 整个中概股的表现空间是有限的 因为你现阶段很多中概股的题材 是因为你买不到大陆的股票 所以你在台湾必须要买台湾相关中国概念的股票 但你未来可以直接买大陆股票 那台湾中概股的部分的话 它当然直接所谓的一个资金的部分 会有一个排解的效应 可是话又说回来啊 没有错啦 也许我们做鞋子他们有做鞋子 我们做机械他们做机械 可是我去买它的 它的财报不透明啊 听说他们的公司还会做假账啊 那还是买广比较安全啊 对啊 问题就是在于说 我们很多中概股的部分 它只是沾到中国内需的一个题材 就涨上来了 那未来你既然可以直接选择的话 这些股票会回归到它的基本面 先反应就对了 对 所以整个一个中概股本益比 我认为说会有一波的一个修正的一个可能性 那反而你近期要必须注意到 像刚刚冠旗又点到啊 整个基础建设 甚至说大陆近期的一个政策 一带一路的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之前也有讨论过 那这个都是近期整个大陆一个政策的一个亮点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中韩要签FTA 那台湾在哪里 东协10加3 台湾在哪里 没有 大陆的一带一路 你大家看一下那个地图的部分 台湾在哪里 这个就会造成说整个未来 我觉得台湾的一个我们讲 如果说这次为什么宪政党选举这么的一个重要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如果这一次 绿云当选的比率跟得表率偏高的话 整个市场会开始想说 那未来我们的福贸货贸怎么办 没有办法过关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搭上中国这个所谓的特快车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所谓的一带一路的一个部分的话 台湾已经完全被边缘化了 你要不要上来讲一下 因为我们上次其实也带过了 这条红色的您定义是丝绸之路的经济代码 这条红色的 从中国哈萨克乌兹别克土耳其 俄罗斯到荷兰 超广的 那21世纪现在海上丝路之路是蓝色这一条就对了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规划是两条都走 对 也就是说它陆路的部分走过去的丝路 走欧亚的一个大陆的部分 那海陆的部分就通过东南亚 然后透过印度的部分到所谓的欧洲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陆路跟海陆的部分 我们特别是期待说 海陆的部分如果能够在台湾这边过个水的话 对台湾的一个经济就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帮助 你把它清掉之后 台湾在哪 我画给你看 台湾好小 这不是汉尾故意的 在这 台湾这么小 然后我比还放大一点 结果它都没有连到我们这 而且我真的觉得台湾超可怜的 美国主导下的泛太平洋贸易伴协定 我们努力争取 现在美国还没say yes 还没进去 然后中国大陆主导的东协10加6 也没有我们 这次的亚太经济合作的贸易伙伴 中国大陆正在计划 也没有台湾 所以有一篇报告说 今年整个台湾的经济赢韩国 但明年韩国有可能会超车 为什么 因为它整个一个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 明年都陆续发酵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认为说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严重 你说大陆它沿海港口 一路这样往下拉过去 再到所谓的印尼的一个部分 这个对整个台湾相关货物的一个部分 它会有一个排挤的效用 但你会发现到近期整个大陆股市 其实有一些股票涨得非常的厉害 就是我们讲的跟基础建设有关的 中国的交通建设 中国的铁路建设 中国的重工 中国的建筑 哇 最近两个月之内涨了这么多的一个幅度 快要上倍了 对 所以就代表说 其实目前整个大陆走了 就只能相关基础建设的一个题材 你知道为什么60天可以涨这么多吗 APIC会议边开 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出来之后 隔了两天我看到新闻 习近平马上就要求把金额钱拨款拨下去了 好像几百亿元 400亿美元的资金 私入基金 这个当然对整个一个建设的一个想象空间非常的大 所以也就代表说 我们虽然说护港东通车之后 对台湾的部分的中概股会有排解的效用 但是对整个相关原物料建设族群 跟金融族群我觉得是一个正面的帮助 所以可以看到台湾的一个我们讲 新工新中概的一个收益股的部分 钢铁的部分像中钢允墙啊 水泥台泥亚泥啊 基础建设你可以看到 国统今天涨幅非常的大 水资源的 对水资源嘛 那中工达英工 因为他们跟整个东南亚有一些所谓的建设的一个合作 那航运股的部分我们货柜三雄 我觉得这个是新失路的部分 它也许不会来到台湾 但它整个一个货柜韵量有机会提升 所以整个货柜三雄 整个后市的部分我觉得也是可以比较看好的 好刘富哦 刚刚冠军那张图 为了公平起见你来一个白板 那被你这么一说 反正会有排挤 那我们选钱呢 就今天涨一下后面掉下来 我觉得今天的一个部分的话 选钱它应该还是会在所谓的季线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大概差不多9100点左右 9072 差不多91左右 我们就画个大概9100 好 在季线位置 对也就是说这几天有机会先去挑战季线的一个反向 甚至有机会做一个突破 但突破之后它会下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 整个选情如果是一个不乐观的话 它会卡到台湾未来跟整个大陆非常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协定 可是我问你喔 选举前一个礼拜 选举前的一个礼拜是不可以公布民调的喔 不然民调大家就说啊 我比较厉害 所以还是会掉下来吗 对啊 因为以这一次的我觉得就我们讲台北市跟台中市的民调来看的话 其实整个蓝军的选情是比较不乐观一点的 所以我们讲如果整个一个六度的部分 四度被民进党拿走了 那大家当然都未来期待说 整个立委啊 总统大选会不会就是全部都偏到绿的那一边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选前一个礼拜的时候 反而会有所谓的 我们讲担心所谓的一个绿胜选的一个卖压 所以我对整个选前的规划的部分就是说 它到所谓的一个选前的话 有机会挑战到季限之上 但选前一个礼拜可能会拉回来 回测9000年的关卡 但是选后我觉得有机会 因为反正最坏的结果大家都已经反而万变 选后他这边还是维持一个震荡的歌曲 所以maybe有可能是这样就对了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子 好 感谢汉伟了 真赞 我光问三个老师就有两个比较景象偏薄 大家请想 文杉你先 我是这样想就是说 刚才讲那个护港通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 比如说台湾是17倍的本益比 那大陆是11倍 那香港是10.8倍 那我觉得也不要说说 这样台湾的股票市场就没有希望了 因为日本27倍 但日本还是在涨 那俄罗斯5倍还在跌 它5倍还在跌 27倍还在涨 经济才是关键 我觉得那个量还是一个重点 成交量 那现在因为大陆的量的话 是比我们多17倍 香港的量比我们多3倍 那11月17日如果实施之后的话 如果它的量比我们又持续在增加 就现在是17倍 持续在增加的话 表示资金真的一直往那边流 但是如果没有 它的量开始缩了 或者是两个的比例 剩下16倍15倍 资金回流了 觉得在那边做 已经到达2474的可乘 2474的 2474点 已经涨到2474点了 然后已经涨这么多了 也许它量缩了 因为它已经获利回徒了 资金开始回流了 那我们这量也许可能会扩大 所以我是觉得说也不要被表面 17倍 11倍 10.8倍所迷惑了 那我觉得是两边的成交量的比重 的变化的话 来影响那股价的涨跌 确实 因为量先价型 没有量何来价 今天是量冲出来之后 才有价根上来 其实我的看法跟阿文山是类似的 因为重点大家去看看 台湾在中国大陆来台湾上市这些公司 你看我们看今天看到1337的再生 我想这本益比有没有低 够低了吧 它一计算一块多 1340的剩月 这也够低了吧 这本益比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计算了 所以中国大陆本益比为什么低 其实投资朋友心知肚明 市场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 他知道资金往哪里跑 那另外一点 我补充刚刚这个汉委所提到的 其实也不用担心说 绿选上 说真的现在好像是六 就像他讲的一样 六都可能真的有四都 好像绿吻赢 但我不知道状况是如何 但是大家会担心说 会不会赢了之后 会使得中国那边 他这些所有什么 一带一路 这都与我们一点无关系都没有 我认为倒是不用担心 因为毕竟在之前 我们看到其实从马总统执政 到现在为止 经过了将近六年七年的一个时间 其实如果说接下来 因为下一步总统大选 真的是非常的大 不管是总统立委 其实这个东西 如果说在过去的这六年 这七年的一个投资 最后他们投资 要化为乌有的话 他会怎么做 就是在明年一整年之间 他加速的一个释出利多 对嘛 那加速释出利多 包括我们之前 我们在我们为什么这次服帽 卡关卡在哪里 因为大企业很OK 你说面板啊 什么工具机 大家都大赚钱 可是台湾的中小企业很惨 可是他如果说 他去让步这些中小企业这东西 谈一个比较 大家比较合适的一个服帽 或合适的一个货帽的话 我想或许可能会使得明年 对台北股市 我想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认为反而 大家倒是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不同的面向 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真的是这样 因为还有选举当中的总统 最压轴的总统的大选 也许就是积极做多的那一年 在明年 但是聊到三位不同的观点 我就想到今天期货讯号 或许就透露出来这样一个征兆 首先台子期的进口数空单 今天正式翻成了净多单 好久好久不见对不对 期货有进空翻成了净多 然后跟大家报告 我口头报告 这是三个半月来 第一次见到了期货 变成了净多单的格局 然后正价差 台子期今天继续保持了正价差 而且我一定要说 请看通通 外资常看的新加坡摩台指 本土期 台子电子金融期 全面性这样子的正价差 今天不是第一天 已经是第五天 都是这样的正价差 今天大盘才带量大涨起来 所以请问盘是不是在预告 这个礼拜正式转强 问题一 选择权看到了买权 也就是看多的买 买权 今天考数是大大增加 万口以上 外资持续买超吗 今天的外资买盘金额是很多的 再看借券 借券突然间瞬间掉下来很大 然后上次有说 因为借券金额如果掉下来 那前面听仔细了 这是因为我们刚刚光念 光念现货 就是台北股市 期货 选择权 以及是还有借券的金额 四方面全面翻多了 翻多哦 但是你看 这是上个礼拜五哦 借券的总张数 920.3万张 是连续三天的增加 然后借券卖出 形成卖压的 是连续六天的增加 上个礼拜五来到 571.5万张 我要问的宾鱼 请问 今天看到了 今天是四大市场全面翻多 上个礼拜五 竟然这些的张数还在增加 所以会不会 如果本周 有心要做多往上的话 这些的张数即将会被 扎空呢 可能性非常大 今天的这个空单 就是明天多头的柴火 所以反而前面 不仅仅是外资借券这个部分 有相当大的一些 券空的力道 包含连我们在上市当中的 这些融券的鱼儿 你可以看到说 前一段时间里面 也持续往上攀高 这些都有可能会是变成 未来推升股市的原动力 所以现货还在养空 期货翻多没错 但现货还在养空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像这个外资今天 在台子级上面 全面性的翻多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 因为这是过去三个月以来 警戒的一个现象 进广告 拍谁 因为这是三个半月来 第一次期货的空翻多 到底它的讯号有多强 您不能不知道 它在暗示着 台北股市的下一步 怎么走呢 尤其在选前的这一个 关键三周 美国股市不好意思 时间关系 创历史新高 很害怕的隐忧到底是什么 但是这个是开心的大事